男朋友 剛剛打電話給我 說要跟我分手 我到處去打工賺錢 給他 他還講對我 這一定要逃回來 要不然他都不會得到 任何教訓 不要忘記 叫小胖 小胖 他誰在哭 我 本君 你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哭 你是模擬考沒有考好嗎 還是有人欺負你 我幫你去跟浩老師講 真的 不要管我 我沒有事 你沒事怎麼在這裡哭 你發生什麼事 你說出來 我們都是同學 你說出來心裡會比較舒服 我男朋友 剛剛打電話給我 說要跟我分手 好了 你不要哭了 你男朋友真的很過分 在這個時候跟你說要分手 你還在模擬考 我對他那麼好 我到處去打工賺錢 給他 他還這樣對我 你把賺來的錢都給他了 我現在沒有錢給他 他就不理我了 好 好了 不要哭了 我還是覺得 你應該要把錢要回來 你這麼辛苦的打工 我都看在眼裡 你幾乎都犧牲了所有 休息的時間在打工賺錢 這筆錢一定要討回來 是 我真的不想要再看到他 我去幫你把錢要回來 你 不要 我說了 我不想要麻煩你們 難道你就甘心 把這些錢 給那個騙子拿走嗎 你都不生氣嗎 我當然生氣 我才交往沒多久 他就說他有困難 需要一筆錢 但是是我自己說要幫他的 才知道他有多在騙我 所以這一定要討回來 要不然他都不會得到任何教訓 搞不好還會欺騙下一步 你放心 我不是當事人 我的情緒不會太激動 也不會有不必要的衝突 再加上我的個性不太會嗆人 我會跟他好好溝通 搞不好他想一想 會覺得理虧 然後就還錢了 這麼說是沒錯 可是有那麼簡單嗎 也沒有這麼複雜 試了至少還有機會 那好吧 這件事就麻煩你了 但是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不可以演講自己 不會 不會有問題的 你把對方的聯絡方式給我 然後你就準備等好消息 我們今天進タニア 的 要不要 我們在發展 令人 山 中不 羨救